如果团禁模式掉线的玩家是无敌状态会怎样?团禁模式经常会有队友掉线,一被人击杀就会复活,然后再被击杀,很容易让对面获胜。如果现在掉线玩家是无敌状态会如何呢? 一,再也不怕队友掉线,在之前玩团禁的时候是最怕队友掉线的,尤其是玩有固定刷新点的团禁。 例如军备团禁和纪念团禁,只要有一个人偷到家里来,就能一直击杀家里掉线的人,分数刷的会非常快,很容易就输了。 现在改成是无敌状态,那就无所谓了。 二,游戏节奏会变慢,这样一改的话游戏节奏肯定没以前快了,因为只要掉线就无敌了,那只有剩下的人对打了,人数少了分数也会加的慢,想必这也是光子不这样改的原因吧。 三,会有无敌战术,这样该有个最大的不好,那就是组队一起玩团禁的时候,可以用一个无赖战术,那就是自己方快输的时候,队里不会玩的故意掉线,然后让自己处于无敌状态,让队里会玩的大神去和敌人战斗,这样的话赢的概率肯定会更大。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好了,我们下期见!